EMS于11月16日上午11点举行了Zoom线上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保护长期护理居民的权利 据调查显示,养老院必须有一个计划来支持居民的投票权 但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拥护者担心这些权利并不能总是得到满足 特别是在COVID大流行之后 选举权是包括健康权在内的一长串长期护理居民权利中的一项护理和生活质量的权利 是所有国家中COVID-19死亡率最高的国家群体 以及由于大流行隔离而长期隔离的有毒影响 老年人、残疾人和他们的倡导者正在与长期护理、监察员办公室合作 以确保这些权利得到满足 会议邀请演讲者就以上问题进行讨论 Totles博士 您是一位老师 也是一位在前线工作的医学工作者 您现在有多担心 比如说一些权利 比如说能够获得疫苗和加强针的权利 在有一些养老院 有多大程度上是可以获得这些权利呢 我不太清楚我是否了解养老院和长期护理机构的区别 我们是否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呢 还是说这两者有不一样 还是说某一个是更正式的 有一个是更不太正式的 我觉得您的这个困惑 其他人可能也有 我想讲一讲 我是在诊所做医生 我在疫情期间也负责一些事宜 在旧金山的诊所去提供一些医疗服务 我也很骄傲 那我发现也是有些问题 我主要是在疫情 在疫苗出来之前呢 去针对一些大规模的疫情爆发 做一些反应和应对 那我想讲 那些养老院和辅助生活设施 以及老年人社区 从我的角度来看 往往这群住在里面的人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需要有医疗服务 他们可能会去其中任何一所机构 一类机构去接受护理 那其中某些机构 可能接受的老年人情况更严重一点 比如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有残障等等 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地去画一个 非常清晰的分界线 另外一点就是 养老院是受到加州公共卫生部的管署的 受到他们的管理 还有一些是受到加州社会服务部的管理 对 那我再讲一讲 这种养老院呢 有24个一些科室 他们能够提供像是辅助医疗生活设施 以及护理方面的问题 他们可能会有某些 住在里面的人可能会有一些医疗需求 但是医疗需求不会是特别大 或特别依赖性的 有些时候 养老院和长期护理设施机构 它会混淆使用 但是它俩是有不一样的 我想说的是 从医疗上讲 我们看到有一些风险 比如说导致新冠的风险 是一样的 比如说聚居 或者是有一些潜在的疾病等等 汉天卫视记者赵诗涵与洛杉矶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